我们很多人其实都活的没心没肺 就是有人老问我看窗户外头看什么呢 我就看这个雾霾啊 这个人间仙境啊 有时候我能有一种这个审美的感受 很多问题 我觉得咱们都有两面的理解 你看当年说这个禽流感 禽流感弄来弄去弄来弄去 我们家老人就说 说什么禽流感一下 杀这个看你们香港 杀100万只鸡 杀多少只鸡 说至于吗 你们现在都这么娇气 那不就是鸡温吗 过去我们每年开春 村里都闹点鸡温 死点鸡什么的 现在就变成什么禽流感了 我就说我想说的是什么 我不是专家 但是我在这个里面看到 人类是活的越来越仔细了 其实是活的越来越讲究了 可是呢 在中国人里头 我觉得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口 其实这种生活态度就叫没心没肺 尽管这个哪怕洪水滔天 哪怕灾难就到明天就在眼前 今天我能乐呵我且乐呵 其实这是不是一种长期以来 咱们对于一些大事本身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造成的这么一种喜剧精神 我记得我有一个音乐老师 刘索拉 他曾经跟人聊天就说过 说你看 老北京人有一种什么劲头啊 就是你看这个下大雨啊 这个是街道不都水淹了呀 那个卖西瓜的他那个西瓜都飘起来了 在水上都飘起来 但是他在车上就看这个卖西瓜的 他乐的就是你看嘿这西瓜都飘起来了 哎 你看他有这么一种 怎么说呢 没心没肺的劲头 这种没心没肺啊 实际不知道帮咱们抗衡着多少年的这种 灾难 这个命运的这种无可奈何 让咱们能够这个这么扛造的活过来 但是你看 我觉得咱们说进入现代文明 这标志之一啊 就应该是啊 有了仔细 有了警觉 有了讲究 有了要求 有了底线 有了标准